好,我們來示範一下 怎麼把圖片標上一些注釋 好,插入圖片 從檔案 好,假設是這張圖 那我們要針對某個地方啊 特別的強調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 框起來,插住了對不對 那你就出現十字的時候在這裡 滑鼠左鍵兩下 把旁邊的框框改成無線條 然後把它改成全透明 不要無線條,我要那個紅色的線條好了 好,這個是在改粗細的 這樣子,好,這樣就透明了 好,那我可以把它稍微出一點沒關係 給它 1.25pt好了 Enter 好,有變比較粗了,有沒有 好,那我要標示一些文字,那就插入 文字方塊 水平的 欸,不好意思 這個蓋住了 所以我反尾 反尾就Ctrl Z 好,在旁邊點一下 來,再一遍 插入文字方塊 水平的 欸 等一下 這個不行 Ctrl Z 來,再來一遍 點一下 點一下相片 插入文字方塊 水平 好 欸,跑掉了 好,我們 反尾 來,回到剛剛那一棟 我們把這個啊 這張圖片卡卡 我們把那個配置啊,改成文字在前 好,再試一次看看 好 在旁邊點一下 來,插入 文字方塊 水平 好,還出現這個再指揮圖 有沒有 好,我們就在這裡要寫字的地方 好 那就寫一個 掛鉤 好 那一樣啊 這個是不透明嗎 那不行啊 變成透明 而且框線我們也要改掉 好,來 變成 完全透明 零 好,框線呢 變成無線條 好 好 對,還有這個文字方塊啊 我們把它說到最小就是零 好,這空白速度是零啊 好,Enter 那確定啊,確定 好 你發現那個字很不明顯啊 黑字很不明顯 所以我們呢 在這裡把它換成別的顏色 比如紅色好了 好 好 那字還可以調大小 在這上面調 比如說14 啊 出體字 好 這樣就好了 好,那你也可以把這個 那個 不需要那麼大的框框把它弄小一點 好 好,這樣子 再來我們要畫 我們的箭頭 好 箭頭 所以 在這個地方 一樣箭頭黑黑的看不清楚 怎麼辦 顏色 好 那我們就 卡卡 好,就是點到它 然後呢 再去把它選顏色 好 這樣就OK了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 鎖短一點點 好 這樣 這其實是可以移動的 好 可以移動的 好 這樣就OK了 好 那 剛剛有一個動作是很重要的 好 就是說 我們原本 原本這個 圖片上 你必須要卡卡兩下 好 把那個配置呢 把它改成文字在前 然後確定 這樣 你才有辦法在這裡加框框 還有加這個 文字方塊 好 否則呢 就會出現錯誤的情形 好 這樣子 那 另外的話 你要編排文字的話呢 好 好 這個也可以編排文字的 好 好 以上 介紹完畢 這是 加注式的情形 好